今天想要跟大家说一个什么问题呢 有的患者提出来说 要想打通身体里的血管堵塞 我吃的这个东西是非常好 但是我可以不可以放在豆浆里去喝 制作也简单 我先说啊 他看到的方法是什么呢 把能够打通血管堵塞的三七粉 他放在豆浆里一起喝 三七很好的能够帮助我们疏通血管活血化鱼 把它放在豆浆里边 豆浆是现磨的新鲜的 它可以很好的补充我们身体的蛋白 这个方法好不好呢 没有证据表明 把三七粉搁在豆浆里 会不会减低了这三七粉活血化鱼的作用 但是呢 一般老人都知道啊 绿豆是可以解毒的 解药毒的 所说的解的这个毒呢 是降低了药物的作用 我个人的观点 你何必要放在豆浆里一起喝呢 还有的人说 我把这个三七粉放在咖啡里喝 就免除了三七粉里边的一些腥的味道 但是放在豆浆里也好 咖啡里也好 它本身的作用比较强 或者降低了它的作用 这个在中药的用法上 都是尽量要避免的 所以这位粉丝朋友问我的这个问题 三七是不是可以放在豆浆里一起喝 我建议能不这么用 就不这么用 然后就是 lista